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以前的理想是想要有钱 我想要加入到政治 当首相 我想要改变这个世界 改变我的国家 我当初中的时候 我挺热衷于赚钱 我挺热衷于想办法成为比比尔盖茨更富有的人 到我高中的时候 我觉得有种升级了 需要有这种权利 我在申请北大的时候 别人都添了很多的专业 然后我就只添国际关系学员 因为我已经认定了 一定就只有不入取下的位不上 在申请北大际关系学员 我牧师经常给我这种想法 当政治家也可以当一个基督徒见政治家 也可以当一个基督徒首相 有没有 然后我就觉得 对 可以当一个基督徒首相 然后我就继续地 带着这样的理想 在北大 然后继续地上学 我有一天 我看到一个见证 是一个印尼的一位牧师 然后他说到 他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神带他去到地狱 他就描述当时的景况 这些人 有罪的人 然后被处罚 被刑罚 被各种各样的折磨 然后 这种恐怖 我看到的时候 我非常地难过 我当时看完这个见证的时候 我就对自己 不断祷告声说 如果我不去传福音 我知道了这个事情 我不去做 我肯定有过了 我知道人没有信耶稣的话 他不去得救的话 他是完蛋了 然后 就在这个时候吧 我觉得是一道光照向我吧 就是神的光 让我看到说 神让我看到有一个更大 更美好 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关于拯救人的灵魂的事情 然后 我开始从这种祷告说 主啊 求你帮助这些人 帮助这些没有认识到你的人 我记得我有一个月的时间 每一天都在为流泪的 在为这个世界的人来祷告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可以做这种祷告了 当时我就想到说 我可以不要这个世界的人的东西 我可以放弃我的梦想 所有都可以放弃 我只想要做一件事情 我需要去拯救灵魂 但是我对抢救灵魂没有概念 说很简单 但是怎么做是一个问题 然后过了几个月的时间 我不断的探索 我发现到拯救灵魂 就是去建立教会 让人来到教会里面 然后发现跟我以前的理想 有很大的不一样 以前理想是 我用政治来改变这个世界 但是现在我意识到说 唯有教会才能改变人的心 神使用教会来改变人 每个人待到教会会被改变 每个人待到教会会被改变 我觉得我很强烈的 我倒过来一个月的时间 我知道说神 祂要我去做这个工作 有时候我会挺挣扎 因为我有点意识到了 我可能不会有一般人拥有的一些物质生活 我好像不能够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比如说当我知道我的同学们 有一些申请到哈佛耶鲁牛津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点小伤心 但是之后我觉得 我的牧师不断地鼓励我 就是说这条道路是很难走 但是是有永恒的赏赐的 我听了之后其实挺被鼓励的 我发现人总是在寻找一种满足 一种自我实现 我有了这不够 我要更多更多更多 你努力上大学 考到了北大 接下来你会要努力找工作 找了一个世界第一的工作 找到世界第一工作 你要取世界第一的棋子 取了世界第一的棋子 你要生世界第一的孩子 生第一孩子之后 你要让你的孩子成为 进入一个世界第一的大学 然后你的孩子进入世界第一大学之后 他要进入到世界第一的工作 以此不断地循环到你死为止 然后不断循环 然后人生就这样结束了 我觉得信仰不是这样 信仰是让我们找到一个真正的满足 远远超过我们人心所需要 无论是在情感上的 人际关系上的 心灵上的 或者是知识上 或者是物质 所有的需要的总和 对 我觉得信仰才能够满足人 我觉得是这样 如果我失败了 如果我失败了 然后当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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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